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 以张无忌的人设 假如不是男主角 他很难有大的成就 而因为有了主角光环 他的人生路上有诸多贵人的辅助 不但让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更让他的性格变成他得以成就大业的优点 今天阿浪就选取张无忌人生路上的几大贵人 然后看看他们对小张同学直接或者间接的帮助 这两人物的上榜估计有许多朋友会感到意外 但是张无忌的成功乃至他能活下来 依可熙和肖香子这俩人那都是功不可没的 一天屠龙记的故事就是因为他们而起的 当年他们俩在少林道出了九阳真经 为了躲避绝远师徒的追讨 在华山把这部武学宝典缝进了一只苍原的腹中 绝远和张军宝在他们身上搜寻不得 因此只能放他们离去 这只苍原就被依可熙和肖香子两个人带回了西域 结果两个人经过昆仑山时互斗身亡了 这苍原就留在了昆仑山 虽然依可熙死前遇到了何足道 托他转告绝远大师惊在猴中 但是何足道呢空耳了 误听成了惊在猴中 转告绝远之后啊绝远大师至终都没有参悟出其中的意思 这部九阳真经呢也就永远在苍原的腹中了 所以他留在了昆仑山 大约呢是在90年后 因机缘堕入昆仑仙谷的张无忌 才在已经化为白元的腹中 取出了这本金书 并且练成了九阳神功 不仅是驱除了他体内的玄冥寒毒 救了他一命 更是开启他成就辉煌的人生了 假如说没有依可熙和肖香子这两人偷盗金书一事啊 九阳真经一直留在少林 不要说张无忌没机会练到九阳神功了 这世上怕也再也没有武当一派了 对吧 张三丰最多呢就是在藏金阁中打扫金书的第二个绝远大师 没了武当就没有张翠山查屠龙刀一案 也就不会认识殷素素 那就连张无忌都没了 可见啊有依可熙和肖香子的道经 才有了张无忌的出生 这呢也才有了他后世练成盖世神功的机缘 说他俩是张无忌的贵人 对他间接有帮助 这不过分吧 没有张三丰 张无忌在十岁那年就已经死了 是他耗费自己身后的内力 在为中了玄冥神掌的张无忌续命 为了爱图唯一的血脉 他不惜是自降身份 亲自去了一趟峨眉去找灭绝 求他护唤九阳功心法 更是将尊于贵 去带着张无忌去少林求教 而且呢 要不是在少林回武当的途中 他路见不平 救下了程宇春 也不可能有张无忌到蝴蝶谷去求医 得以续命的机会了 不过呢 张三丰对张无忌更大的影响啊 还是保留了张无忌那醇厚的天性 并且言传身教 开拓了张无忌的心胸 让他不为仇恨所吞噬 后来的张无忌之所以能够放下自身的仇恨 去领导民教消除与各派的隔阂 打造了抗原统一战线 就是因为他继承了张三丰 那海纳百川的心胸 继承了张三丰团结天下意识 共同抗原复国的志向 其实呢 李廉洁版的张无忌啊 编剧虽然遵循了人性的一些发展 把在仇恨中长大的张无忌 塑造成一个腹黑的人 但明显啊 违背了援助的精神啊 而且呢 还小看了张三丰的影响 或许也是这部电影 当年票房不佳的原因之一吧 胡青牛这个人物 对张无忌的影响和帮助 其实跟张三丰的性质是一样的 不但啊 为张无忌续了命 更给了张无忌更珍贵的东西 胡青牛给张无忌的 就是当世第一的医术 实际上呢 胡青牛本就没想过救治张无忌 更没想过传他医术 只是遇到千载难逢的玄冥长毒啊 勾起他的医隐了 他治张无忌 完全是为了检验自己的医术 他好主意啊 就是治好张无忌之后再杀死 而传张无忌医术啊 则是因为在这个 治疗长玉春的过程之中 让他看见了张无忌的医学天赋 起初呢 也是为了向张无忌 展现自己的医学成就 最终将自己的所有医学著作 都传给了张无忌 又因为被张无忌所感动 将张无忌视为传人 医术对张无忌的帮助啊 不仅是为张无忌 续命了两年多 让他撑到了有昆仑山的机缘 更是助他闯出机缘 练到九阳神功 并在之后的江湖路啊 通过救死扶伤 消除机缘 累积自己的威望 假如说没有医术 张无忌没有能力为白元智商 那自然也不可能得到他附中的金书 假如说没有医术 光明顶对战六派 很难通过空洞 无脑等智商 给出他们治疗的法门 顺利的让双方霸斗的目的 后来绿柳庄 明教众人中毒了 他也会束手无策 实际上呢 以张无忌的医术上的成就 即便他没有武功 在江湖上 也必定是有他一席之地的 胡青牛死后啊 应当救赎他是一仙了 张无忌后来在明教的成就 有部分的功劳 要归功于杨顶天的 作为明教的前任教主 杨顶天为张无忌留下了一个 深厚的基业 也留下了一个有为的领导班底 就像左右光明使 英王和福王 五星掌旗使等等等等 还有无散人 那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只要同龄有方 凝聚这些人的力量 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特长 上下一心 都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出来 许多人可能会觉得 要是这些人能够团结 就不会有六大派 围攻光明顶一事了 其实呢 就如无散人的观点 这主要啊 是没有教主在位引起的 假如说杨顶天 没有在密道突然的离世 而是正常死亡 临终前呢 他当众啊 指定了人员继任教主 有着这样的过渡 明教就不会因为 争夺教主之位 而造成分裂的局面了 不过这样的话 张无忌就不会再有 接任教主之位的可能了啊 按照杨顶天 将只有教主 才能修炼的乾坤大挪移 传给杨潇一事来看呢 假如他没有突然离世 后来继任教主的 应当会是杨潇 可见张无忌能成为教主 还是得益于 让杨顶天 走火入魔而死的杨夫人 因为他若是没有 和成坤私通 那杨顶天 又怎么会突然离世呢 他的属下 还不明不白呢 这等于啊 杨夫人 是间接辅助了张无忌 登上明教教主的宝座 赵敏呢 他本来就是张无忌 最大的敌人 但却因为爱上张无忌 变成他成功路上 最大的贵人 阿朗个人认为啊 张无忌成为 明教教主之后 创造的所有成就 有一半 是要归功于赵敏的 假如说 没有赵敏的成全 张无忌他最高 也不过就是 杨顶天的成就了 不可能成为 天下归心 号令群雄 无所不从的 这个武林至尊 假如说赵敏不爱 张无忌的话 早在绿柳庄事件之中 张无忌就会成为 明教的光杆司令 彼时呢 一众高层 接近中毒 不能运攻 即便小招指挥 五星旗作战 但是赵敏的军队 那毕竟势力更大呀 赵敏不下令放了张无忌 不下令退军 明教一众在这一战当中 除了张无忌 都会被团灭 之后的赠要 成全万恩寺张无忌 救难六大派 派人荒岛搜寻张无忌 奋不顾身帮张无忌 洗脱杀死陌生国的罪名 图施大会 瓦解成坤的阴谋 顺走兵书 立住张无忌 解邵氏山之围 等等等等 您想啊 这其中的任何一件事 咱们假如说 赵敏要是动了坏心思的话 咱就不用说 张无忌能不能成就伪业了 赵敏其实是不是 每一件事上 都能把张无忌 置于死地呢 赵敏成就了张无忌 助就伪业 将他身上的弱点 都变成了优点 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 张无忌 优柔寡淡出手的时候 诸多顾虑 杀伐不够果断 却让他呢 能够有效地 达成霸斗的目的 不会伤了和气 也能团结到足够多的人 张无忌的烂情呢 只记得别人的好 却变成了博爱 在他那个位置 能去欣系天下苍生 这样的性格 就让张无忌 成为了那个特殊的时代 唯一能够 坚担得起 打造这个 抗原统一战线 完成这个历史重任的 大人物了 然后赵敏自己呢 却成为了 自己民族的罪人 成为了蒙奸 索性啊 他得到了爱情 以上这几位啊 都可以说是 张无忌 成功路上的贵人 无论说是直接 还是间接的吧 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 造就了张无忌 不过一个人的人生路上 成就无论是高是低 自己的贵人中呢 也一定有 长辈 老师 亲友 爱人 甚至呢 是陌生人的存在 但是最不应该 忘记和忽略的贵人 就是我们生命的父母 父母才是 每个人最大的贵人 简单一句话 没有父母 就没有我们中的 任何一位 因此呢 要说张无忌 最大的贵人 那就是他的父母 张翠山和英素素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 对以上内容 是否喜欢呢 欢迎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